这个展览是我和孙杨鹏与我们三个人共同筹划的 这展览我们筹划了一年多 展览叫不在图像中行动 我们选择的作品方式是艺术家自己在生活中发生的 或者做过的或者遭遇过的事情 见了一百多位艺术家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挑选方式 也就是我们只认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方式 这个跟通常的艺术展或者你们在中国里看到的一些展览 就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所关注的是2008年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偏向于一些个体的事件了 莫名的需求了 那么它的所有的包括非常的反应现实的应对 这些都是和艺术家的生活有关 他们不太体质化 他们甚至也不在体质内生存 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法或者创作方法 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事 或者是他的某种生活方式 我们是通过跟艺术家的交流 艺术家可能对于他做所做的事情 并没有认为是一些艺术作品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具有艺术性 我们就选择了 这一个展览是偏向于对生活的展示 对人的展示 它更在意的是呈现三十四组 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发生 以及他们的经验 我们希望这个展览所展出的不再是一个艺术 我们希望这个展览所展出的是三十四个人 在整个当代艺术商业化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其实给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实际上艺术不是艺术品 艺术是一种人生 就是我们选择这么大的三个画廊来去展览 似乎看起来毫无艺术品的一些展览 实际上也是告诉观众说 艺术是一种生活 你的生活具有艺术性 你就是艺术家 很多人声称他不是为了艺术 或者他已经不再搞艺术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严肃性 或者为了体现艺术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才做了这样的选择 他们的离开或者出走 或者是这种叛逆的方式 恰恰体现了艺术的重要 而不是体现艺术的不重要 阿拉丁捡的那个东西 一个小破壶的那玩意儿 就是那个东西一打开 然后出来一个那玩意儿 然后他说 你看我特别神奇 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玩 那都会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到最后可能就都会喜欢那个 都会关注那个小破壶 都去找那个东西去了 其实那个不是关键问题 对吧 那只是一个物 你为了借助那个物 是要看到那个东西 对吧 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没有的话 那个壶有什么用 那个壶有人捡吧 任何一个年代都会有艺术家 不断地提醒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许是不断地给艺术生命力 让艺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动力